田在彪自暴奋勇 到柳河川报号 刚要接力之令 被人给拦住了 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 哎呀 双方是争之不下 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 长帽一看 我咱这么办得了 咱也别说像灯 咱也别像火 这事不在这摆着吗 没能力是不行 既然田在彪也要去 驸马也要去 那就不如彼此彼此 看谁能力就叫谁去 翻了 逗 先逼一逼 这个事就造成僵局了 偏欲什么韩金虎 这小子本来就狂傲 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 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 哈哈哈哈 我太乐意比了 是罗子是吗 咱牵出来溜溜 兴天的 来来来 咱到殿下敌武 说这话韩金虎脉步走些电 命亲兵抬枪背马 这小子又拉开架子 田在彪一看 心中感觉到烦恼 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 自己就不讨这支令了 看见意思 这驸马的基础 啥的可真结实 从政公娘娘到国旧 很多人都偏袒他 自己是外来的 又刚来大道 别把这些黄青国戚 给得罪了 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 但是长茂这些人 又同意自己 弄得他左右为难 他回头看着长茂 兄弟 别犹豫 既然要比 咱就比一倍 是骡子是马 牵出来 你去打起 狠狠地给我打 天塌起来 用大哥来着盯着 天在彪是被逼无在 这才慈边皇者和娘娘 迈步走些大猎 吩咐一声 代马 抬轻 这大殿下的地势 非常宽脱 完全用青石板图的路面 四外的围墙 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 都是潮潮有余的 这驸马跟田在彪要比武 谁不想看看这热门 特别是昭阳正宫马娘娘 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 这要出个一差二错 不得把他疼死 尤其那公主就更甭皮了 下个芳心乱飘 玉皮不安 他说这不玩命吗 又不敢说别的 站在母亲的身后 大家到院中过战 就见韩军虎 一晃骨头造金枪 噴噴噴 哎你别说 真想的还真有点能力 行家深深守 变之有没有 也不怪到狂 就冲着一朝这条枪 先来个金极乱点头 后来个怪网出动 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 练不到这个程度 刚才咱们不说了 这韩军虎 在京中长大的 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 受到皇上的恩赖 样样事情都渴着他来 这韩军虎也爱恋母亲 皇在那皇宫内院 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 就不下一二百人了 一个人教他一招 他就得学一二百招 后来韩军虎还不满足 马娘那里又撒下人去 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掩饰 外人送号叫神枪 镇枪南 这人也姓周 叫周太 这老头的确实有功夫 周太在皇宫 住了三年 摆着手 教韩军虎的能力 别的都差 唯独在那枪上下了功夫 你没看韩军虎这小子心眼外卫 对面无数 倒是挺着迷 所以这三年的时间 能的是猛奔啊 两倍一晃 也有八百斤的力量 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梦 他从心眼里头 谁也看不起 包括长茅在内 韩军虎经常算起过 我呀 就因为金之玉业 不能报答前提 我要到了前提 他们谁也白给 长茅说个什么东西 有兵士英珠目 应有余口的都给我靠边站 等什么时候能闹着我这俩下子 今天如愿以偿 这小子就想人前险胜奥利多尊 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 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 这小子更来得精神头 所以阴阳一合法 把大清颤三颤 摇三摇 看看天在标 我说你还不过来吗 你还等什么 天在标把掌中的花枪一颤 先抱拳拱手 驸马 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 刚才民讲话 我天在标是个无名的小族 也学过粗拳笨脚 也练过两套枪 分跟谁比 要在驸马爷的台前 恐怕 我是不堪一击 我是不行啊 但是 但是命令难尾 咱们又不得不比 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 您给我留条命 你那挺会说话啊 要那么说 你不敢比 你就公开提出来 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 不就得了吗 天在标一看 你真不要个脸啊 我说客气话 你是不懂啊 驸马 但是令箭以下 都决定比了 我也不敢抗令独尊 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 好吧 你就伸手了 天在标把花枪一颤 噗 分心就刺 韩军湖使了个怀忠抱怨 忘本就驾 叹叹叹叹叹 二马盘旋就战载移出 曹茂汉都出来 屁田在标着急 这叫士钦三分相 士火热自辉 连那帮小年轻人的把眼睛 瞪圆了 屁田在标使劲 但是一看 不行 说什么玩意不行 田在标有点确证 不敢下手 因为他心里都有顾忌 人家是驸马 人家把我扎了 没事 我把人家扎了 我能吃对得起吗 往往这招能递进去 田在标又把招撤回来 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 一枪几次一枪 一枪快次一枪 哪一枪都奔田在标致命之处 你说有什么缘 有什么仇 他还不能一枪把田在标支于府里 长老一枪 这么比武 那不行 赶紧喊了一桑 等着 停止屁股 两匹马跳出圈外 各河江定心调害 韩金虎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西桌茶帽 你跟这岛上乱呢 你 撒鼻子眼你是多出这口气 二年 军士和皇上也问 猫着 你为什么拦住 我看这么比 比不出高级上下来 你们看的都清楚 那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 田在标不敢伸手 他心里都有顾忌 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 将来他得什么结果 那能力发挥不出来呀 那比那行 哎 那言之差语 比武场上各尽所能 你怕什么 就是伤着对方 也不能说负责 还偿命吗 哎对呀 万岁我就等你这句话 但是空口无凭 必居立自为政 白纸上得写成黑字 不行 上嘴唇一放下嘴唇 将来谁也不认账 能怎么办 好 你们两个人都过来 这长毛 暗自给田在标就使上劲了 先说 只要欠字画牙 你就随便来吧 最好把这下方扎死才好 在皇上和军事的面前立下军运落 把手下都摁上 扎死对方 不服则 但是长毛一看千字画牙丸了 翻小眼睛 瞅瞅那马娘娘 一瞅那马娘娘那脸 有一尺八寸长 整个都沉起来 眼睛涮了涮了 是不满一长毛 哎呀 慈雄仰一和解 这娘娘不好对付 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 当初有短处 在马娘娘手里头 没有马娘娘 朱元璋没有今天 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 虽然千字画牙 将来皇后要一翻嘴 其实还麻烦 长毛够多坏 拿着这份军定壮 到了马娘娘面前 娘娘千千岁 你看这么千字画牙 怎么样 要 长将军 我是一妇人 哪知道这许多呀 只要万岁答应 君事允许 哀家 无有话说 明白明白 还是娘娘千千岁 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 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言 一旦对方失手 把另一方给刺伤 或者刺死 那是倒霉呀 像我们当武将的 这晚饭 这晚饭那么好吃 这晚饭那么好吃 每一天开兵打仗 都得把脑子拴着裤腰带上 活着出去 就许死着回来 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 娘娘娘 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 现在比武就开始 和长茂成了主持人了 把天在标拉着一边 就告诉他 兄娘 别害怕 哥哥给你立些军令状 你现在上了保险了 你就给我喝喝喝 就扎 扎死 没了 长茂是那么想 天在标可不这么想 心说 但能容人 且容人 关仇异解 不异解 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 再说我跟韩金虎 我们俩一无怨二无仇 可能他瞅着我是变怒一点 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 这是天在标的心 等二人二次操枪上马 又站在一处 天在标跟刚才不一样 抖擞深威 这条华城上下翻飞 韩金虎当时就不行 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 自吹自擂 从跟谁比 将军天在标比 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四十多个回合之类的 亏歪假写 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天在标一边打着 一边跟他杀利 低利的声音 胡麻 我还算了 咱们点到为止 你把这支令 给了我就得了 你胡说 你别怕我赢了 宠神把令给你 父马 你不要逼人过甚啊 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 那就不好 你胡说张枪 呸 又一枪 天在标实在气急了 一边打 一边小声又跟他上来 父马 我可要下手了 咱们先小人 后君子 地点我先告诉你 左大腿 一大腿根 一扎远 我给你来个坑 这坑身的家不超过一寸 匹里扎远 孙宝还不耽误你走到 我可扎你了 呀呀 你可真能吹 把韩金虎气的好像没擦去 这可不是天在标说句大话 心里都有数 通过这几十个回合 已经看出的能为 有多大了 再看天在标 双臂一抖 啪啪啪 使了个盖底三枪 扎脑门子挂两脸 把韩金虎忙过的手忙小子 大枪光顾上头哺着 他在上头一哺着 这是假招 再看天在标 冷不定的枪一串个 奔他这个左大腿来 按着刚才自己说话 那个部位 用枪尖一点 不嘛 待这呢 哎呦 这下扎个三郎的小窟窿 鲜血 当时就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大腿肉也好 扎一寸来 那也不算个什么 就腾一下子 作为大将 也不当吃 也不当喝 这就说 田在标 没有心伤他 要诚心要他的命啊 他十个韩金虎 也都死过去了 不过韩金虎这小子 富于演戏 本来伤挺轻 这小子无助伤口 从马上掉下来 哎呀 躺死我了 哎呀 就地翻滚 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 心都碎了 哎呦 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 一帮军医官 奉旨下去 把驸马抢救回去 巴表一甲进行检查 军医官一看 没事 做大将就伤点皮重 这算个什么呢 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 给他付了刀上药 吃了止疼的丹药 跟娘娘说 您放心吧 没事 打这么以后 这马娘娘 就恨上了田在标 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在标的小脚 田在标的处境是越来越难 这是后话咱不说 当然马娘再怎么向着驸马 你不能越过里去 发财令了就令撞了 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那么大的娘娘 能说把那事给推翻吗 军医也挺高兴 把大令拿起来 田在标 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 对 田在标 兵先抖手 过来就要接这个令 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 嗷嚷一声就蹦起来 呆他 我还不服 军医说 驸马你还哪不服 你都败了 不错 我一时没注意 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 这个显不出能力高低 我还要彼此彼此力气 他还要比我劲儿大 我是心服口服 他非坚持比力气 公主马娘娘 国舅都向着他 朱元璋一瞅 心里很不高兴 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 这是 那就等着救兵 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 要出了事谁负责 他叫埋怨马娘娘 你一个妇道人家 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当时把脸忘下一沉 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 你往下一侧步 别坚持这事就得了 干脆叫人填太标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 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 这招不好使 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着还大 两只眼睛朔朔放光 盯着朱元璋 陛下 咱们你不乐意 朱元璋理亏 哎呀一想那点拔柄让马娘娘抓住 这玩意怎么说也没理 气当时就短下来 呃 皇后 你和比利就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谁能得大 谁就去报号 万岁 你何必阻拦呢 呃 也好 那就比比吧 比比然后心夫口夫 对吗 啊哈哈哈哈 朱元璋要改变主意了 长望众人 也叫天在标比 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着 天在标没办法 自可点头答应 奉旨之后 二人比力气 再看韩金虎 摘盔穴下 换掉短一击小大伴 把人带杀药 大插中当武裤 兜着双靴子 说刚才受伤了 没事 没事 没说嘛 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 根本无伤大局 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相 再看这小子迈步 登登登登 从大殿里下来 比什么呢 他一看呢 有两个铁狮子 一边一个 这狮子高了下 他五尺挂龄 踩着绣球 歪着头 造型十分生肚 连笔座 他这么一看 忘轻了讲 也得有八百斤 好一好就一千斤挂铃啊 右手搬入狮子的笔座 单天一较劲 哪知道 这一举起铁狮子 才惹来杀身 大火 这一举起铁狮子